如何向观音菩萨求子 作者 福安谷观音格 求子的 一般都会教授去念普门品 而且感应很多 我空间就记载了几个求子的案例 自古以来 向观音菩萨求子的人 数不胜数 而且灵感非常 那念普门品时 应如是发心 大慈大悲就苦就难的观音菩萨 弟子现在受到求子的困扰 祈求您的加持 法华经说 若有众生 受诸苦恼 闻是观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又说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 礼拜观世音菩萨 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舍欲求女 便生端正有向之女 素质得本 众人爱敬 弟子现在受到苦恼 祈愿观音大事 牵眼照献 牵手护持 加持弟子能求得福德智慧之子 弟子以后将去恶从善 发愿每天念普门品 三或五 不公德 持续一两年 同时不施净资 多少金额 供养观音菩萨 以此功德 感恩观音菩萨 并将此功德回向不施给天下所有求子的众生 只要他们有祈求观音菩萨加持求子的 都能满足愿望 求得福德智慧的孩子 将来效养父母 利益社会 也祈愿观音菩萨 梦中加持 净除弟子业障 得到福德智慧的孩子 将来能利益众生 祈愿观音菩萨慈悲悯民我 这个是发愿文 要记得 观音菩萨是千处求 千处应 菩萨能了知众生的苦 了知我们的苦 所以要感恩 这个发愿文后 善男子善女人 应该要戒杀放生 心怀慈悲 每天念谱门品和观音圣号 同时多做善事 先举立法华经中 对观音菩萨赞美地化 这两句经文 是让我们生起对菩萨的信心 以及对观音菩萨救苦的感恩 单单这个发愿文 这两句就很有加持力 要求子的人 也可以念以上的两句经文 对菩萨要有这个信心后 然后去做善事 我烦恼来时 我也是经常念第一句经文 就对菩萨慢慢信心加强 感觉很有加持力 为什么要配合做善事呢 孩子是一个人的福报 善事是培养福报的基础 个人修个人德 观音菩萨虽然大慈大悲 但福报还是自己去修的 所以要做善事 以前全周消善人 为了求子 就翻修了永春的一个观音庙 后来就诞生了一个福德智慧的孩子 就是后来影响中国佛家的虚云长老 善事要多多做 等善事能量具足后 加上念普门品忏悔业障的功德 一定可以如愿 那求子的人 除了念普门品外 也可以念地藏经 药师经 金刚经 阿弥陀佛经 阿弥陀佛经 都可以 不夹杂 但要记住 普门品是主要的 其他的经文 作为辅助 功德也一并 做如此回向 但你一定时刻向观音菩萨 祈求 这就是求子的秘诀 要真诚 不要散乱 也就是说 观音菩萨是我们求子的本尊 其他经文的功德 都作为辅助 是可以的 但最好不要 你今天向观音菩萨求子 然后后天就觉得的 藏菩萨感应 向帝藏菩萨求子 不要这样 这样你信心就不坚固了 比如我们可以送帝藏经 回向给孩子的冤 亲债主理苦德乐 就这么专门一个事情 是不夹杂的 当然 你如果不想送其他经 单单一个普门品 配合做善事 也一样可以满足愿望 要有信心 这个回向文 要回向给求子众生 因为求子的人 知道求子的苦 那应该更能体会 其他求子的人的苦 我们要同体大悲 要回向给求子的人 让他们都能满怨 同时呢 要求到孩子 都是福德智慧的 善良的 还有个重要的是 有的人堕胎后求子 这个要先忏悔 忏悔这个罪业 这个是要点醒的 忏悔后 然后慈悲心求观音菩萨 一定满怨 要有这个信心 过去的恶业 忏悔后就好了 要对菩萨有这个信心 菩萨不舍弃 菩萨不舍弃任何人 哪怕是忤逆 十恶的 所以要有这个信心 你不舍弃任何人 如果有这个信心 你不舍弃任何人 请你先向我来 到这儿了 你不舍弃任何人